纪念伟大的拿摩释迦摩尼佛 将佛法传入世间 指引众生解脱之道 编者案 2500年前 伟大的佛陀历经千辛万苦 将佛法真谛传入人间 以轻身体正的佛法真理 引导众生破迷开悟 走向究竟解脱 佛陀在人间弘法四十九年 以慈心悲愿来救度众生 用智慧方便来教化度众 恩师卢台长 也一生追随佛陀的足迹 宏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精神 吾我利他 以生命供养众生 色身缘济 法身永存 让我们学习佛陀和恩师的精神 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照亮心中的佛性 弘法立生 让更多有缘众生 归一道心灵的净土 第一部分 佛陀在人间弘法的圆满世纪 一 佛陀的伟大愿力和使命 佛出世唯一大事因缘 选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纪念释迦摩尼佛出家日 佛出世为一大事因缘 大家都听到过这句话 佛的出世为了一个大事情的因缘而来 就是为了使一切众生的开示物路 就是让我们众生能够解开自己心中的结 能够视线我们的佛性 能够开悟我们的佛性 然后进入我们的佛的肢解 使众生破除无名烦恼 能够拥有众德 就是使每一个人都拥有佛性 本来拥有的道德 因为现在的人都没有很多的道德品质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犯罪 就是道德问题 所以离苦得乐 所以佛陀一生为众生说法 随缘度化 他不选择对象 不分贵贱 到处去 到处去 菩萨干露 法语 走到哪里 慈悲到哪里 滋润在众生 枯干的心田 大成就者得大智慧 大智慧者才能救度众生 选自2014年8月15日直话直说 师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佛经上说嘛 就是释迦牟尼佛 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然后我就是弟子想问一下师父 就是是不是一位佛 或者说大菩萨下来弘法 弘扬法门普足众生的话 是绝对不会就是像小菩萨 或者是天人随随便便来 都会用极深的慧眼先观察 等待时机成熟 天时地利 都具备的时候才会来 并且不但自己不会回不去 还一定会完成自己的使命 让正法注视呢 你讲的完全正确 这要看大的和小的了 越大的菩萨 他又不会迷失方向 就举个简单例子 越大的人 他又不会做错事情啊 对不对 小孩子做错事情 大人为什么不会做错事情啊 再反过来讲 会飞的鸟 他不会掉下来啊 你不会飞的鸟 他容易掉下来 这还不明白啊 嗯 明白吗 刚刚成佛 刚刚成菩萨 说跟着大菩萨一起下来 弘法度人 好了到了人间 吃喝玩乐 回不去了啊 嗯 你说个大菩萨 你说佛陀当年到人间来 他会回不去吗 嗯 明白 观世音菩萨做妙三公主 你看他会回不去吗 激公活佛 跑到人间来 他做一个啊 和尚 你看看他这样 人家说他还骂他 还丰盛的 你看人家是活佛啊 人家回去了吗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大求成就者 得大智慧 有大智慧者 才能救度众生 就这几句话 你好好记住 呵呵呵 嗯 好的好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 修心灵法门嘛 但是对于法门 或者对于观世音菩萨 信心不足 弟子就想起一句话 就是 清经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心无怪 无怪 故无忧恐怖 就是是不是挂爱心越少 越容易有信心 越容易开智慧 越不会被困难吓到 就能够一门精进的 勇往直前呢 对啊 挂爱嘛 就是人间东西太多了呀 人间东西想的越多 天上东西得到越少 人间东西想的越少 你在天上东西得到越多 再还不懂啊 好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开始 佛菩萨果位越高 越心系众生 要救度众生 选字 卢台长开示 解答来信疑惑 123 问 师父在节目中 说过好几次 菩萨到了天上 要一级一级往上修 就要到人间 投人历练 弘法度人 回到天上才能有更高的果位 同时 我在观世音菩萨的故事中知道 观世音菩萨在九远节以前 已然成佛 好 正法 明如来 在不可计九远节以后 西方的阿弥陀佛也会涅槃 在一些网络文章上 也介绍说 如今有许多大菩萨都是古佛 由此 我突然联想到 是不是修成佛以后 也跟修成菩萨一样 也要一级一级往上修 也要一次一次 重新做菩萨 广度有缘众生 然后一次一次成就更大的佛果呢 答 是这样的 当年佛陀到人间来 释迦摩尼佛本来就是佛了 为何到人间吃苦 因为是佛境界更高 知道人间苦更要来救 所以佛陀将佛法传到人间 在此之前没有佛法的 有人说 释迦摩尼佛完全可以不下来 不是这样 越位置高 越想到众生吃苦 要救度众生 人是佛救度的一个根本 选自 白话佛法第十一册 第三十二篇 破迷惑颠倒 寻真佛解脱 人是佛的一个救度根本 所以佛要到人间来成就 如果没有人 你怎么会成就你的佛果呢 所以 想要成佛的人 你必须要在人间 为什么佛陀要到人间来呀 其实佛陀到人间来传佛法之前 他在天上已经是佛了 观世音菩萨 本身已经是十地菩萨 就是佛啊 他到人间来传播慈悲的种子 成为妙善公主 季公活佛本身在天上就是佛 他为什么到人间来显化给众生看 就是这个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